最近这段时间,娱乐圈的爱恨情仇来往也是过于快速了 一部留神就要错过关键剧情 有亚洲小野马之称的韩星金炫雅 在个人账号发文官宣分手 黑底白字配图一张 内容清晰干脆 我们分手了 以后将会成为好朋友和同事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应援和喜欢 随后已经成为前男友的金小忠出面点赞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表示 面对二人分手消息 中韩网友第一反应都是好意外 倒不是二人有多般配 而是因为30岁的炫雅 是个十足恋爱恼 为了男友甘愿放弃辛苦经营多年的事业 近些年更是干脆和男友到处合体表演 一心一意让对方吸血 完全就是娇妻心态 能让一个娇妻出面说分手 基本上也就是出轨劈腿那些事了 再联想到金炫雅近些年状态越来越差 多次抱怨男方不够关注重视他 无法提供情绪价值等等 果不其然 爆料跟着来了 有网友表示 男方出轨了自己师妹 8月份就有消息了 炫雅忍到了现在才分手 师妹 金小忠一直都在吃软饭 已经没有签约公司了 除非追溯到 他和炫雅所在的前公司CUBE 网友还真是从其中 扒到了一位怀疑对象 正是女团IDLE的队长田小娟 不关注韩瑜的网友 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 不了解也没关系 只需要知道她是一个女偶像 比炫雅小六岁 曾经和她还有金小忠 都签约了CUBE公司就行了 田小娟本身长得不算漂亮 但是她难得有一定制作能力 参与了某音神曲TOMBOY的作词作曲 也正是这首歌 让网友质疑她做了小三 2021年9月 炫雅和男友一起发布了歌曲PING 整首歌就是用来秀恩爱的 炫雅用乒乓来形容 他们之间的爱情关系 更是在上台表演的时候 和男友当着镜头接吻 2022年2月 金小忠和炫雅求婚了 2022年3月 田小娟所在组合 发布了歌曲TOMBOY 其中有一句歌词直接就是 I don't wanna play this ping pong 当下就被指出内涵炫雅 这还只是其中一次 田小娟还写了另外一首歌 名为Never Stop Me 里面有两句歌词 堪称名寒了 Scored by Daddy Out of company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wedding 大意为被公司开除了 我期待你的婚礼哦 炫雅正是因为坚持和金小忠曝光恋情 所以才被锁在经纪公司开除的 本来大家都觉得 田小娟可能是在跟公司表忠心 但现在炫雅一分手 又有了南方出轨师妹的爆料 田小娟的行为瞬间就微妙了 当然 整个出轨瓜还都处于传闻和猜测阶段 目前没有实锤 另外还有爆料称 金小忠的出轨对象 是一个亚裔模特 最后也建议金小忠本人出面回应一下 女方为你牺牲了事业 付出了青春 这么多年了分手都不能站出来说两句吗 半个字都不敢发指点赞 显得你很心虚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谢谢大家